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后更是无所畏惧 李佳洁 你要在此刻挑战类主吗 要 齐齐类主彭于浩登上类席 有眼光啊 有眼光 1号现在做到2号位 我的选择是旗帜 第三个 我选三 选第四个螃蟹 决胜体来 应该是子舞在正确 彭于浩西败 只换为1号位 迎来新轮强劲新生 当彭于浩遇上野生答题者 张康乐 请抢答 究竟谁的答题技能 更胜一筹 敬请期待 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客 独家冠名播出的 《神奇的汉子》第二季 名师有大招 解题更高效 作业帮累计用户超8亿 我是何炯 今天非常高兴 跟大家见面 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 新生举界官 我们的陈学东 梁靖康 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专家 我们的王磊老师 力波老师 我真的不敢相信 有一天张康乐会 在节目现场说出 我很有把握这样的话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朋友们张康乐领先2比1 应该给余昊举个旗 这个时候 好期待 张康乐如果赢了余昊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余昊可是你绿队的 你好期待 不说错 我是作为一个吃瓜的 屈日心态 其实 随便吧 你们自己玩吧 我觉得主要是余昊的手速要增强 我觉得康乐真的很棒 他还是原来那个康乐 但是有进步 这个特别好 康乐忘记实力两个字 做自己好吗 好 顺便说一下 好的老师 一英里应该是1.6 所以你的推理是对的 确实没有到2 我觉得他真的很妙 余昊要加油了 来看下一篇 请问 下链哪个作品是文人清零现场有感而发写出的呢 1.苏东坡写的赤壁腹 2.刘雨昕写的石头城 3.王博写的藤王格旭 4.李白写的蜀道南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雨昊抢到了 给自己鼓掌 你先答对了吧 来 加油 我的答案是3 王博写的藤王格旭 因为我们都知道里面有一句 家军作载露出名区 童子和之功逢圣剑 都功逢圣剑 我亲自来到这一场盛大的文人的集会 那一定是3 第一个为什么不选呢 他确实吃到了赤壁 没错 但是他去的那个赤壁啊 他不是他想象的那个赤壁 周郎赤壁跟我们的黄岡赤壁 不是一个地方 那24呢 我们用知人论事的分析方法 刘雨昕在她的精灵怀骨的序当中说 她说她是年轻时代到过江苏 到过精灵 那她写这个时候呢 她实际上是一个怀骨诗 她不是一个在现场的一个诗 第四个 李白写的蜀道南 坦白讲 我们每次从北京回 四川的时候火车过城里 我们都看着头晕 我们没有心情会去写诗了 那李白是为了借蜀道南 南来表达他的人生仕途的艰难 他是在长安写的这首诗 所以我的答案是3 你的解题方法逐渐康乐化 全员康化 他头晕所以他懒得写诗 3 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我都好想问一下康乐 刚刚她的解释她听懂了没有 就是喜欢你的诚实呢 现在又一个赛点来了 场上比分2比2平 谁能够获胜 下一题 请看 影视剧中常听到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的打更口号 请将以下打更口号 按照从入夜到清晨的顺序 进行正确排列 两位请写出来 睡了一半的时候 就说天亮 早睡早起已经是到了天亮了 啊 你早 我睡前说早睡早起 肯定是提 就是到清晨的时候 才告提醒你要起来啦 这个意思 早睡早起肯定是要最高 两位请停笔 手放抢到机上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张康乐抢到了 我这个其实还是生活经验 但是 在咱们天一黑嘛 古时候就要开始点这个火烛了 我觉得是刚开始点的时候 才要就是小心火烛 提醒大家 对啊 然后之后我觉得是 打烊了之后 关门然后关窗 然后再 因为他们要 就是要开始休息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第二个 然后我想的是 早睡早起 我觉得应该是给那些夜猫子 就是咱们 平时咱们工作完 学习完之后 会去就是玩手机什么之类 就睡得很 差不多要到清晨的时候 提醒大家了 对对对对 已经到清晨 我就看了一个到清晨 早点起了 对对对 然后平安无事 我这么一想就是 关门关窗了之后 确实没有什么事发生 就很安全 大家可以睡觉了 哎 悬念 悬念来了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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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你很棒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看一下余皓的答案 是一样的吗 不是 余皓的回答不一样 我错了 哇 哇 哇 所以呢 这一题回答正确的是张康乐 所以场上的大逆转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但是余昊依然是棒棒的 依然今天是冲击类主的 非常强劲的我们的汉子新生 所以余昊可以先休息一下 保存实力 下面张康乐要对刘虎奔 我给你拥抱 太不容易了 虎奔 你要再被劈下去 说不过去了 其实我不太想和康乐讲话 因为康乐太温柔了 我再跟他讲几句 我自己就准备下去了 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 因为我本来别人看着我就挺 年龄挺小的 康乐一口给我一个哥的叫 把我叫的都不太好意思 所以康乐对你采用的是 甜蜜公式是吗 对 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 那那个金康 我们就两票都给康乐呗 我要给虎奔 真的啊 第一题就给他 对 刚才应该要一个棋了 那就这样把我给康乐呗 把我给康乐呗 你们东队真的很会每次都 是想早下班是不是 对啊 好 现在两位队长要正面对决了 请看这一题 请问一下哪个街道的名字是在长沙真实存在的 一 东出亮一街 二 南道脱靴巷 三 西落简发路 四 北歪洗脚道 好 两位 我说三案一周 你们同时爆出这个你们自己心中的选项 不不不 是抢答吗 不是有排除那个错误答案吗 没有 我一定让他先讲 先帮我排除一个错误的 你知道吗 好 我听到 不是 你知道吗 这题 你是哪人啊 长沙人 你 你 好 恭喜虎奔 来 打题吧 来 两位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四 你没鸡身 好 四 就算他抢答了 四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冲 好 到你 到你 到我 剪发路 解发路是吗 剪发路 不不不不 靓一 靓一 靓一街 脱靴相 好 脱靴相 我觉得至少你每一个选项你都认识 对 都读出来了 最后的答案是 我是觉得吧 靓一街和剪发路比较像 来 不要再给我正确答案了 不要老戳我 他戳你怎么给你正确答案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感觉像在提示我 但又不明确告诉我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戳我 戳你戳你 我也感觉不到他几根手指 你知道吗 就很气 不是 靓一街跟剪发路 我觉得都挺像的 那我就选那个最不像的 脱靴相 2 脱靴相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我看到虎奔 我赢了感觉很开心 然后虎奔 虎奔 虎奔 对不起 立老师放水啊 放得莫名其妙 他刚说 我都戳了你三下了 最后答案是2 这是怎么放的水 这个他哪知道 他又不能看着你出 谁是他 他又不能看着你出 他又不能看着你出 我这样 我这样也太明显了吧 这算你自己回答的 算你自己回答的 好 没事 虎奔 我们自己凭自己实力拉回来 康乐祝福你啊 加油 好样的康乐来 第一题 来 请看 汤的本意是热水 请问下列哪个词语中的汤 不表示它的本意 一 落汤鸡 二 羊汤止沸 三 清汤刮水 四 赴汤蹈火 请回答 这一题是可以用生活经验答的 哎 来 加油 这是个进口画面的 哎呀我忘了是我的体 哎对不起你在干嘛 对不起 你在干嘛 对不起对不起 我 我选那我就选 哎呀我选 我选 二吧 选二 二吧 因为两个队长都举棋 你有点慌乱了是吧 你不知道是给谁举 我忘了我还准备的就是抢呢 我 你以为是我的问题 你刚才在等我是吗 好 二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错误 好 遗憾 来 下面到虎奔 羊汤止沸 这个汤它就是开水 一 这个落汤鸡 我觉得就是掉到开水里面的鸡 会被烫死 然后第四个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汤和火是一个意思 所以应该是三 清汤刮水的汤就是那个菜汤汤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通过陈学东队长偏心的举棋 最后虎奔一比零领先 好 我们下一题 七家军是有名的精兵部队 选拔标准十分严格 请问 如果你为七将军选拔人才 你会选择以下哪个葫芦兄弟 进入七家军 一 千里眼二娃 二 耐酷鼠四娃 三 水上飘五娃 四 来无影六娃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张克乐 这道题目 这个我是真的有点了解 因为七家军 七家军他是七级光将军 他是 他曾经就是在东南沿海抗倭寇 题目我先想 我选一吧 千里眼 我想的是在城墙上 他们去看 他们能看那个海岸上 就是敌人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势力非常重要 好 就像现在当兵或者招飞行员 都得测这个势力 所以我觉得特别重要 然后第二个耐酷鼠和水上飘 这两个的话 我觉得因为打仗是一个很 持续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在一直这么持续 在这种 在水上飘 在恶劣的情况下就是战斗 然后最后一个来无影 这个六娃他是隐身 隐身这开玩笑呢 真的是 现代都没有能隐身的人 那古代肯定不可能了 所以我选一 一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好 康乐答这道题 有点点点来的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刚才想为他举棋 那棋都废了 他真的是凭自己的本事 对不起 实力 他凭本事没答对那题 就是不要特权 不要优待 好 两位继续加油 一比一平 下一题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的战略导弹东风 名字出处引起热议 请问 以下哪个网友提出的猜想 才是其真正由来 一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二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三 谁再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四 东风随春归 发我知上花 做好准备 两位 请抢答 鼓门抢到 我首先会选择二 二是《红楼梦》里面说的 这个 当时是宝玉去上学了 然后家里面这个席人呢 就是在私存自己以后的事情 说如果要是以后做了 宝玉的姨娘 会不会碰到像 像湘灵啊或者是秦文那样的遭遇 因为他们很不幸 所以呢他就跑去试探黛玉的口风 他就给黛玉讲家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 黛玉就说 凡是家中之事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 我们的军队起导弹的名字 用《红楼梦》 那可真不一定 所以应该就是二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二比一 漂亮 下一题 以下向往的生活的弹幕中 每句弹幕都含有一个成语 或固定表述 请选出使用正确的一条 好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张康乐 这四个成语 其实都是一般在高考里会出现的 我也是刚刚高考完的人 我这个还是知道的 然后我在想 第一个 在黄老师在向往的生活里面 他是长勺的 他是主厨嘛 他做的菜 饭 嘉宾们都很爱吃 这个是夸赞的 然后屡试不爽 他这个其实意思就是 一个方法或者一个方式 就一直在使用 然后就没有出错过 这个是在满分打卡 这个是夸赞他的 我觉得应该选一 回答 我相信张康乐 好 一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张康乐就是有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康乐找到感觉了 其实这三个成语当中 只有一是一个褒译词 其他那三个其实都不是好词 是的 这个炙手可热指的是一个人 全是熏天的意思 他不是一个褒译 然后这个无所不为 也像你说的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事都愿意做 无所不用其敬 对就是那种坏的坏事更多 然后那个瓜田里下 你刚才说 出自曹植的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 不处闲衣间 瓜田不纳履 里下不正观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君子 我们要把事情要防范在前头 我们不要在这西瓜地里 你去系鞋袋 或者在里子系鞋 你去整理帽子 会有人怀疑你是在偷瓜 或者偷里子 好 现在场上居然又到了紧张的赛点 2比2平 康乐加油 虎奔加油 万万没想到进入了赛点 一切就有可能 加油了 下一题 三月不知肉味 现在被用来形容全神贯注 请问 这句话的来由最初是因为什么 一 读到一本好书 二 听到一首好歌 三 看到一处美景 四 遇到一个良人 做好准备 请抢答 虎奔 这个出自论语 孔子就是说子在其闻勺 三月不知肉味 就是听到了这个 非常优美的音乐 你应该选二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祝贺 虎奔3比2 今天康乐表现非常优秀 虎奔 刚才真的有一丝紧张过吗 非常紧张 主要是手速 还有今天康乐正确率极高 对不对 康乐不仅是有实力 也有手速 对 好棒啊 康乐在夸你怎么走了 走吧 走吧 记住你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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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现在请刘虎奔做到一号位 做出你的选择 刘虎奔 你要在此刻单挑泪主吗 当然要单挑 不挑白不挑 虎奔 虎奔都已经这样了 我也无所谓了 你这会儿准备白挑谁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橙色的衣服 所以我一定要从一而终 其选择我们东东队 所以选择的就是佳杰大哥 来一局 可是如果你挑了橙队的话 你还是我的人呢 但是我就会穿上橙色的衣服 走 你忘了刚才谁跟你举棋了 我刚才你举棋 我们不在乎外表 我跟你说 这个节目的汉字形成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举不举就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大家都有一种很莫名的执拗 现在佳杰请下场应战 佳杰加油 佳杰加油 佳杰 刚才坐在楼上的感觉如何 我感觉垫子挺舒服的 垫子坐热了吗 现在坐下来舒服吗 舒服 能够重新找回竞技状态吗 能 好 我们来看第一题 请问以下历史人物 与其姓对应正确的是 一 鲁班姓� 二 屈原姓屈 三 孔子姓孔 四 画佗姓画 为最后准备 请抢答 佳杰 鲁班的话 他应该是姓姬 鲁班 二 屈原姓屈 三 孔子姓孔 四 画佗姓画 为最后准备 请抢答 任务班 鲁班的话 他应该是姓姬公输氏 屈原的话应该是姓米屈氏 第三个孔子的话 应该是子姓孔氏 所以应该是选四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1比0 下一题 请问 成语 三更半夜 最早起源于深夜做什么 一 在地主家干活 二 在朋友家聊天 三 在街上卖夜宵 四 在书房里读书 如果是康乐华会不会说 现在摆摊经济这么好 那就选在街上买夜宵吧 两位最后准备 请抢答 来 佳姐 这个题我之前在看一个通俗类书的时候 里面解释三更半夜这个词的出处的时候 曾经提过就是 它来源于宋朝的时候有一群人 他们经常在很晚的时候聚集在某人家里面聊天 然后其中一个人姓陈 另一个人姓董 于是就有一个词语叫做 陈三更 董半夜 因此应该是二 在朋友家聊天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漂亮 一比一平 下一平 现在把追求流行时尚叫做时髦 但是这个词古今意义完全不同 请问最初用时髦称呼哪类人 一 刚满学龄的儿童 二 正值妙龄的少女 三 社会杰出的才俊 四 两病斑白的老人 这是不是跟冒蝶之年有关系 有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来 图奔 世中之骏如毛中之毛 所以应该是三 社会青年才俊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下一题 现在人们把总是故意唱反调的人称为杠精 其实抬杠是传统节日习俗之一 请问抬杠是起源于哪个节日 一 元宵节 二 劳动节 三 端午节 四 中元节 两位最好准备 请抢答 刘虎奔 我会选一 元宵节 因为抬杠的话 它其实相当于是两边两个人抬着杠子 把一个小丑架在中间 然后这个小丑就不断地和周围的人这样拌嘴 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习俗 到后面就抬杠就引申为我们就是说拌嘴这个意思 一个演出形式 佳节如果你抢到你打几 如果我抢到的话 我应该我也会选一 因为元宵节是古代中国的狂欢节 上面的习俗是很多的 而无论是端午节还是中元节 我都没有了解过有相关的习俗 所以说应该选一 好 回答一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刘虎奔轻松获胜 但是佳节支持储备没有问题 现在刘虎奔坐上冠军的位置 佳节休息一轮重新回到一号位 我以为是二级 超快 你就赢了 这节奏够快了 即将单挑第三轮的三位汉字新生 我们绿队太惨了 换第三个人了 换第三个人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来关注一下 马上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 我们下面有请新的一组汉字新生 陆思恒 新生代歌手 大家好 我是走过自仇之路的元气少年陆思恒 李超凡 山西历史博物馆大学生讲解队队长 超凡改变从第一期和我们又跟到后面 是 但是他没有机会坐在这儿 大家好 我是神奇的汉字茶话会资深会员李超凡 刘聪 作业帮直播客明星主讲高中语文年级负责人 这么年轻 都年级负责人了呢 大家好 我是能把知识点和大招改变成歌曲 唱出来的语文老师刘聪 欢迎 首先欢迎思恒来到神奇的汉字 你好 在这个节目见到你 我刚注意到你自我介绍里面提到一个 走完丝绸之路 对 这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之前很幸运的参加过一个节目 然后呢它是从走这个丝绸之路的 然后我在国外也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知识 然后呢这一次来到神奇的汉字呢 我就想这个学汉字找知识 好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对 他在舞台上非常的有魅力 希望在我们这个神奇的汉字的这个 比赛场上也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方式 好不好 好的 好 欢迎露思虎 然后我们超凡又来了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是 还是茶话会的会员 还有些资深会员 对 这个对你冲击泪主有帮助吗 我暂时还没有考虑到冲击泪主这一步 行 因为何老师和东东老师都知道 我每一次来到答题位 我都是第一个被挑的 然后也是第一个回到我们观战区的 就我在这里就从来都只是一个过客 反而我们那个观战区是我的主场 主场 对 而且反而我在观战区 答题的正确率会高很多 就会比在台上要松弛很多 我回去就仔细想想 可能我以前穿的裤子太紧了 就我坐在这里没有办法完全放松的打题 然后今天穿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裤子 希望这一次可以在答题位多待一会儿 好下面是我们可爱的刘聪老师 我们见过对不对 对 欢迎老师 那个其他的节目 对啊 你看到老师刚才有介绍他自己吗 就唱出来吗 对啊 就把知识点唱出来 今天可以唱一点点给我们听吗 可以 然后想到跟神奇的汉子相关的啊 诗歌的源头在哪里 现实主意是实际 风亚索和伏笔心 就是实际最重要的留意 这是这是我 对给我的那个歌 对对对对对 这是你自己编词的一个歌曲吗 对因为我的学生一般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做押韵狂魔 押韵狂魔 是这样的 它是1996年的一首歌 但是现在又重新回到大家视野 然后孩子们很喜欢 然后他用大家喜欢的旋律 把知识点这样押韵的放进去 让同学们既可以唱这首歌 又可以记住知识点 特别好 他也是我们做一帮直播客的名师了 他的大招很特别 对而且你这样唱诗经就对了 因为诗经原来就是这么唱的 对 还有什么学习大招是可以分享一下的 有的 诗经 说到那个诗经 其实之前我看过往期的节目 有一道题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问说有人发朋友圈 鱼龟之喜中古乐之 然后问鱼龟是什么喜事 其实这个可以用联想法 联想一下你曾经熟悉的课文 或者一些古诗文里面有没有这个词 这个就是翻译的一个大招 那么鱼龟我们在诗经里面有一首叫做陶妖 陶之妖妖卓卓其华 知子鱼龟宜其世家 他讲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出嫁的故事 所以鱼龟就是指的女子出嫁 大家现在联想一想都想起康乐 因为那道题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康乐回答的 弄张还是弄娃 弄张弄娃 同学们还是联想知识点 也不要联想张康乐 太洗脑了 好 佳杰 这三位同学你要选谁 第一个打 这三位同学中有老朋友 也有新面孔 所以我选 也请大家期待周末选手的精彩的表现 下载作业帮直播客 抢爆36元神奇的汉字同款课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